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祈祷 在这个谋杀案 要知道真凶是谁 要怎么样跟神祈祷 OK 所以 我一般是这样 我如果看一个case的话 我会就是想说 到底是 这个人是像Julius John的case Julius John是真凶还是Chris Jordan 我其实我已经有个底了 是Chris Jordan 但是神一直给我一些意念说 他Plant the evidence 所以神给我的意念是说 Chris Jordan Plant the evidence 但是我要跟神 confirm 然后我就跟神讲说 那你review 就是显露这些 review这个case 给我知道 那我就梦见 我在找我的车 所以我的车就是一个C C就是Chris 之后我的老板 以前的老板跑来帮助我 他的名是Joe 所以我就 哇 他J 就是Jordan 所以真正的罪犯就是Chris Jordan 真正的谋杀的人就是Chris Jordan 然后神一直给我意念说Plant evidence 所以他是Plant evidence 去欧赖这个Julius Jones 所以Julius Jones应该是 照理应该是要被释放 而且要就是要 美国政府应该是要赔他钱的 这个才是正义 所以就目前他是 就是要被关一辈子 Life in prison without parole 但是希望就是将来 我想神应该会把他救出来 还有Richard Glossy和Ivan Terogus都一样 好 就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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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